不知道各位上学的时候有没有学过一个词叫朝勤暮处 说起来教你这个词的老师长什么样你都未必要记得住 但是这个成语作为贬义词给人留下的糟糕印象可以说是根深蒂固了 联想词那更是一言难尽 什么朝三暮四啊 摇摆不定啊 三心二意啊 反复无常 对吧 对东家不忠诚也好 对爱情不专一也罢 反正这九成九是没和什么好事联系在一起 但在陕西的一个小镇上 对朝勤暮处的解释却有另外一种说法 话说呢 这个一山暴水的镇子叫曼川关 其地里位置可以说是陕西的南大门 春秋的时候啊 这里是秦楚交际 出门中地干活 一不小心就能走错路跨国游了 方才今天听起来还挺惬意的对不对啊 一国风情垂首可得 你还要哪里不满意啊 但是各位 那可是在春秋啊 春秋 那年又是你懂的 日常什么呀 打仗 那时候啊 诸侯争霸兵荒马乱 每天就是你打过来 我打回去 我打过去 你打回来 曼川关这么一个咽喉要塞 当然是兵家必争之地了 于是这秦楚两国在曼川关的争夺战 就跟俩熊孩子抢玩具一样 抢过来抢过去 激烈到了什么程度呢 据说啊 有时候这曼川关的老百姓 头天躺下的时候还是楚国人呢 早上一睁眼 哦 就发现这周围的关口上 换了秦国的旗帜了 还没瞩目过味儿来 不等太阳下沉 楚国一楼大反攻又占领了关口 没当上几个时辰的秦国人 又变回楚国人了 那时候啊 对于曼川关人而言 一天换上两三个身份 也是很正常的 都说神仙打架 凡人遭殃 曼川关人呢 是深有体会 可以说是家缝里面求生存 有苦没处说 不过说到底 不管城墙上插着谁的旗子 每天太阳照常升起 老百姓的日子总得过下去 为了生存 智慧的劳动人民 就想出了这样一个办法 楚人来了 就插楚国的旗子 穿楚国的衣服 讲楚国话 花楚国的钱 秦人来了 就插秦国的旗子 换秦国的衣服 讲秦国话 花秦国的钱 就是这么一段 曼川关人的血泪史 真实演绎了 朝勤暮处这个成语 现在呢 大多数人用这个词啊 举大有人摇摆不定 祸兮迷 想想看 这还真是站着说话 不要疼啊 帝王们争夺的是江山 而老百姓 原本日子过得好好的 吃着火锅还唱着歌呢 突然就两拨人 在你家门口 撸起袖子就打起来了 祸祸了你家的鱼塘 还要砸你的锅 这叫什么呀 人在家中做 祸从天上来啊 两边都是烟 谁也开罪不起 只能两边都供着 为了生存 老百姓不仅要准备两套工装 还要学会双鱼 其实都是被逼的 所以说啊 朝勤暮处 也是当地老百姓 无奈的选择了 一个成语 被贴了这么多年的标签 今天的我们应该了解的是 朝勤暮处 虽然是形容人 反复无常的贬义词 这里面还有着 曼川关仙人们 在战火中 艰难求生的无奈 更有老百姓 在绝境之下的 生存智慧